男人都偏好女色,女人也喜欢男色玩游戏,请看清楚颜色 大家好,我是专家 现在的春节可以说是无聊至极中的无聊至极 不论怎么样也找不回小时候的那种乐趣 与其在家里看春晚,还不如让我给大家看一点好东西吧 小天才游戏机,比小霸王还要早的FC主机 80年代只有小天才,一直到90年代才有了小霸王游戏机 相信不少80后对小天才游戏机还是记忆游戏的 尤其是把游戏卡拆掉,方便携带的罗卡 我们称之为某某游戏携带版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游戏,这个冒险岛 1986年9月12日发售的冒险岛 是一款二地横向卷轴游戏 主角就是高桥名人,穿着野人的衣服 加入了上海滩斧头帮,然后去砍人 这个砍恐龙是一个不可多得,而人人皆知的民作 大过年的与其在家里胡吃海塞 还不如像我一样来怀旧一下,玩一下老游戏 可是今年很多见到我的人都说我胖了 我胖了吗? 春树胡扯吗? 根本就不胖了 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游戏 好吧,我承认我还是对垃圾网游比较感兴趣 来看一下同名的网游 冒险岛欧赖 2004年推出的这个冒险岛欧赖 是一款现代卡通2D横版卷轴网游 是这个盛大即这个泡泡糖之后引进的第二款Q版游戏 可以说年代比较遥远 这个此后啊 在这个冒险岛之后啊 大部分公司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随后一年 2005年 九成立马复制粘贴出了一款叫做快乐西游的网游 也是在这个7月份进行了公开测试 并且运营 一直到2010年停止运营 停运了 九成运营游戏啊 大家都懂的 停运是必然的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的 快乐西游啊 是以这个西游记作为蓝本 我只能说这个四大名著啊 被折腾的很惨 在中国有个人 有个人叫张继中 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经典名著毁灭者 也叫这个翻牌王 是吧 最近在热播啊 这个新版的西游记 当中各种这个雷人的现代语言啊 还有这个里面这个猪八戒 根本他妈的就是头猪嘛 是不是啊 我我我当然我我个人比较喜欢里面这个沙和尚 沙和尚 这个演员叫什么 叫徐景江 大家都懂的是吧 那么其中这个我觉得这个张继中啊 这个本人啊 可以在里面担任这个菩提老祖 这个这个形象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想对他说 普尼老木啊 是吧 还是还是还是继续来玩这个冒险道吧 我还是忍不住玩网游啊 我这双坑爹的手啊 说到这个复制粘贴啊 当然要提提这个企鹅了啊 2007年发行的QQ三国啊 以这个三国为蓝本啊 将这个复制粘贴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当时公测啊 我记得好像说是玩到20级就可以获得10个Q币啊 10个Q币的奖励 然后呢 我用这10个Q币啊 又办了个QQ会员 然后呢 最后这点GDP还是拉动了企鹅本身自己 是吧 这个可以说企鹅其实是非常聪明的 很多人当时为了这个10个Q币啊 也是埋头苦干 一直干到了20级 然后删除游戏 我也不例外 其实啊 娱乐就是简单的快乐 当很多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在网络游戏上的时候啊 也有一小部分玩家 其实他们想在难得的闲暇时候啊 玩上一小会网游啊 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啊 每天只需15分钟啊 每个月只要那么一次 就能够体验到这个网络游戏所带来的高潮 而这里玩家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啊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 横版网游Q版网游啊 在这个网游界啊 显得非常的挺拔啊 于是啊 这个盛大啊 盛大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泡泡糖冒险岛 的确在那个年代让他们爽了一把啊 随后啊 他们在这个2007年啊 2007年推出了这个彩虹岛啊 也是一个二地的卷轴的横版的 动作的网游 呃 以及这个最近啊 推出的这个啊 据说和日本啊 某套这个雨批 某套雨批这个牌子 名字一模一样的游戏啊 叫这个守护之剑 守护之剑 呃 这个守护之剑啊 说啊 守护之剑这个宣传绝对是个亮点 啊 亮点 他的官网网站上写的宣传亮点是什么呢 无限差 哎 这个我非常喜欢 无限差 这个 什么叫无限差呢啊 大家不要想歪了 就是这个无限连击啊 无限连是吧 不是无限连 是无限连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性的按这个x点 也就是攻击键 可以一直攻击 一直连击 产生一个连击啊 让这个角色达到高潮 呃 其实关于这个冒险岛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典故 哎 我话题是不是转递有点太快了 这个高桥名人啊 在当时啊 啊 当时在日本由于创下了每秒钟案件16次的连发记录而声名大造 啊 成为了全日本家喻户晓的名人 可以看出在当时那个年代啊 游戏产业在日本已经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地位了 是吧 啊 于是啊 就有人啊 借高桥名人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样的角色啊 创建了冒险岛这样一款FC的游戏 是吧 呃 难道说这个守护之剑啊 想要用这个横版游戏最初的亮点来打造网游的亮点 其实啊 这个非常简单啊 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什么无线X啊 无线连招啊 在我面前算个毛啊 啊 我只要使用一招 我只要使用一招 就可以让游戏商全部给我跪下 什么呢 大家看啊 可以 咱们可以随手啊 拿一个橙子 或者香蕉之类的水果 然后呢 嘿嘿 这样 这样就可以无线X了 无线连击了 啊 什么外挂啊 暗箭精灵啊 狗屁刀刀 是吧 在我面前啊 算个毛啊 是吧 根本就比不上啊 春节公司里发的那箱橙子 是吧 外挂什么都弱爆了 啊 同样可以体验到游戏无线连击的快感 嗯 嗯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基本上大家没有玩过的网游啊 啊 叫做这个搞鬼往来 2006年这个出了两篇该网游的这个报道新闻之后啊 啊 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网游了啊 就连百度百客啊也少得非常可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百度百客里面加起来也不到十句话的游戏介绍 是吧 呃 一款神秘的横版的Q版的啊 动作的这个卷轴式的网游啊 还在这个哥本哈根的童话故事里头在飞呢 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能算是童话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是不是 呃 这样的一个游戏呃 看上去画面其实和冒险岛也差不多 啊 然后呢 基本上没有人玩过 是吧 嗯 他也能算是一个这个Q版的啊 横版的这个动作的啊 一个网游哎 哎 真是在中国啊 一个网游想生存 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娱乐嘛啊 娱乐就是最简单的快乐 我刚刚说过 呃 其实啊 希望大家对这个网游能够多一点宽容 多一点包容 是吧 呃 这个游戏而已 对不对 何必要听经计交呢 是吧 至于这些网游啊 啊 你们玩不玩 我反正不玩 嗯 因为爱情 不会经历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